2.21 阅读理解 1.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市场,那儿卖蔬菜、水果和鸡蛋。 很多人都去那个市场买东西,因为那儿的东西价钱比较便宜。 昨天,我和丽娜一起去那个市场,我买了水果和蔬菜,丽娜只买了水果。 我很喜欢吃香蕉和草莓,也喜欢吃黄瓜。丽娜喜欢吃橘子和橙子。 现在草莓很贵,一斤十六元。 我觉得香蕉不错,价格也不太贵,两块五亿斤。 我跟小贩讨价还价,买了半斤草莓,三斤香蕉。 小贩还介绍说,她的黄瓜很好吃。 西红柿又红又甜,真是王婆卖瓜,自卖自夸。 小贩太热情了,我有点不好意思,又买了一点黄瓜和西红柿,一共二十九块五。 我给小贩五十,她只收我二十九块,找我二十一块。 丽娜买了几斤橘子和橙子,一共花了十五块钱。 我们买了很多水果,又认识了一个很热情的小贩。 后天,我想再去那儿买水果,我还想带安东和米莎一起去。 二 两位想买点什么? 您这儿有酒吗? 有,您想买点什么酒? 想买点啤酒,什么啤酒好? 北京啤酒、哈尔滨啤酒、青岛啤酒都很好。 来两瓶哈尔滨啤酒尝尝。 好吧,再买一瓶青岛啤酒。 北京啤酒常喝,今天别买了。 好,再来一瓶青岛啤酒,一共多少钱? 哈尔滨啤酒四块五,青岛啤酒五块六,一共十四块六。 三 欢迎光临,今天买点什么? 买点蔬菜。 买蔬菜?要自己做饭吗? 是啊,天天在学生食堂吃饭。 今天有朋友来,想自己做做。 那买点黄瓜白菜什么的吧,好做。 黄瓜多少钱一斤? 两块二。 来三斤,白菜呢? 一块五。 再看看这西红柿,又红又甜,才三块,要来点。 好,来一斤拌菠菜,两斤西红柿。 还要什么? 还要看看粉丝和鸡蛋。 四 今天下午,我想去商店买东西,你能跟我一起去吗? 可以,你想去哪儿?买什么? 去学校附近的商场买几件衣服。 什么衣服? 衬衫和裤子。 啊,我也想买条裙子,咱们几点去? 三点半吧,怎么样? 行。 米莎,这件绿衬衫太漂亮了,你看看,怎么样? 很不错。 先生,您要买什么? 衬衫,请问,这件多少钱? 二百六十八元,这儿还有红的和白的。 米莎,这件真不便宜,我们还可以再看看便宜点的。 是不便宜,不过,我很喜欢。 好东西不便宜,便宜的没有好东西,您说是不是,您要多大号的? 来件大号的吧。 您看,这件怎么样? 挺好的,这件吧。 请问,在哪儿付钱? 在那儿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不客气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